大家好,我是小安 林南有一位这样的长寿老人 50岁的时候患上了癌症 为了治疗,他以前瘦了 但是并没有像其他人一样苦瘦如柴的 反而的老人面部红润有光泽 很多人都说患了癌症以后 离死亡症的事越来越近了 而这位大娘如今已经100多岁了 还能够火蹦乱跳的 比很多没有生过病的人都要健康的 更加点有精神 被癌症折磨了好几十年的老人 究竟是如何得到长寿的呢 原来这位大娘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 从老中医的口中知道的苦瓜 对癌症有很好的帮助 于是每天家人都给他变样地吃苦瓜 后来去医院复查了 发现大娘的癌症并没有孵化的迹象 从此以后他就尝尽地吃苦瓜了 既然苦瓜那么的神奇 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做法能够使苦瓜妨碍抗癌 其实苦瓜做法也比较简单的 今天就把这个防癌抗癌的苦瓜详细做法分享给大家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苦瓜是属于一种钥匙通源的食材 苦瓜不仅营养价值比较高 口感特别的好 清脆又爽口 不苦也不涩 值得一提的是 苦瓜中含有蛋白 能够起到体内免疫系统的防疫作用 增加免疫细胞的活性 抑制增强细胞的癌变 促进突变细胞的恢复 苦瓜的种子含有蛋白酶抑制剂 可以抑制人体内的肿瘤细胞分解蛋白酶 主要能够起到 抑制癌细胞的扩散和转移的作用 苦瓜中含有特别丰富的矿物质 而矿物质能够构成体内多种酶和腐酶的原料 酶和腐酶能够调节我们的机体代谢 增强体内的各种功能 有效地发挥提高机体的抵抗力和妨碍抗癌的作用 苦瓜中含有特别丰富的膳食纤维 而膳食纤维能够刺激肠胃的蠕动 减缓大肠有害物质在肠道内的堆积 所以苦瓜对预防大肠癌有很好的积极作用 苦瓜味道虽然很苦达 但它从来不把苦瓜传递给其他的菜肴 所以苦瓜具有菌子菜的芽成 苦瓜含有特别丰富的维生素C 能够促进人体内抗体物的生存 提高机体的抵抗能力 并且能够抵御有害物质对身体的侵害 同时苦瓜还能够防止发生癌变的细胞 苦瓜具有一定的方癌抗癌的作用 并且除此之外 苦瓜有很好的清热降火 美容养盐的作用 虽然说苦瓜是好物 但是脾胃虚寒 低糖的人群不适合吃苦瓜大 切好的苦瓜倒入一个大盆中 加入一勺食盐 搅拌搅拌腌十分钟 这样能够很好地去除苦瓜里面的苦味 再准备一根胡萝卜 我们把胡萝卜的外皮去除不要了 胡萝卜含有特别丰富的胡萝卜素 在人体可转化为维生素A 具有养肝眉目的作用 可以防止咽咽 保护视力 并能够促进我们的骨骆生长发育 增强机体的免疫力 预防皮肤癌细胞的作用 胡萝卜含有特别丰富的膳食纤维 能够增强肠胃的蠕动 防止便秘的作用 胡萝卜中含有琥珀酸甲盐 有防止血管硬化 降低胆固醇 降血压的作用 还能够预防高血压 高血脂的发生 胡萝卜中含有叶酸 能减少冠性病的发生 日常生活中我们要多吃一些胡萝卜的 特别是老年朋友们小朋友们 多吃胡萝卜对眼睛很好的 尤其是眼睛模糊了 视力下降 多吃胡萝卜可以保护我们的眼睛 再准备洋葱 把洋葱却成细丝就可以了 洋葱性微寒归肺精 洋葱含有前连线A 能够扩张血管 降低血压粘稠度 能够产生调节血糖 减少外周血管 增加冠状动脉血流量 缓解血糖的形成 洋葱里含有特别丰富的营养素 里面含有非常丰富的抗氧化合物 对治疗错疮 抗癌都有很好的效果的 特别是对于女性的乳腺癌 结肠癌 还有卵肠癌 都有特别好的预防效果 经常吃洋葱能够提高身体的免疫力 除了洋葱之外 大蒜 韭菜也都有很好的防碍作用 先是我们可以多吃一些 再准备两颗鸡蛋打入碗中 加入一点白醋去腥 用筷子搅拌搅拌 把鸡蛋打散 打鸡蛋的时候可以多打一会儿 打出来鸡蛋特别的细腻顺滑 做出来食物比较嫩 不会老的 很好吃 鸡蛋含有特别丰富的蛋白质 软磷脂 可以增强记忆力 保护肝脏 体高人体的免疫力 延长抑瘦 我们都知道 鸡蛋营养价值比较高大 还有特别丰富的蛋白质 另外还有卵磷脂 鸡蛋可以增强我们的记忆力 对于儿童生长发育特别的有益的 很多老人常年一种经验 每天要吃上两颗鸡蛋的 鸡蛋营养价值是比较丰富 比较高大 它能够增强我们的抵抗力 从而预防很多的疾病 所以日常生活中 无论是小朋友们老人 每天都需要吃上两颗鸡蛋的 我们把苦瓜焯水两分钟 苦瓜焯过水之后 吃起来口感特别的脆 很好吃的 时间不要太长 两分钟就可以了 下面起锅烧油 油热以后帮我们蛋液倒入锅中 蛋液刚倒入锅中不要着急的去翻动 鸡蛋一面定型之后翻过来烙热里面 烙至两面金黄就可以了 烙鸡蛋饼的时候一定要小火迈老 炸到出来饼呢特别的嫩 不会老的很好吃 我们盛出来放到案板上面 把鸡蛋饼切成长条 切好的鸡蛋饼放入一个盘中备用 下面把我们的苦瓜 洋葱放入盘中 再来一勺食盐 生抽 醋 糖 香油 搅拌均匀 亲爱的家人朋友们 制作视频不容易 请您发他的小手帮我点个赞支持一下吧 您的每一个支持和点赞都是我前面的最大动力 感谢所有朋友们支持 谢谢大家 抓拌好之后装到盘中就可以直接吃了 吃起来口感特别的好 味道比较鲜的 这道食材做法比较简单 用料也很简单的 但它作用真的是特别的好的 胡萝卜苦瓜都是营养价值比较高的食材 平时我们可以多吃一些 癌症固然可怕 但能够有效的抑制还有预防的 除了积极配合治疗以外 日常饮食特别的关键的 苦瓜是一种能够抗癌防癌的蔬菜之一 经常吃能够降低胆固醇 降低血压 降低血糖 降低血脂 对血液的好处真的是特别的多 除了饮食之外 我们一定要保持良好的心情 不要把自己想成一个病人的 想成一个平常的人 一定要有一个好的心态面对癌症 这样我们身体会恢复的更好的 有一个良好的心情 身体会越来越健康的 平时我们平时要多做一些运动的 吃完饭后走一走跑跑步 这样能够很好的延长抑瘦 抗癌防癌 好的家人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所帮助 请您帮我点赞关注订阅我的频道 欢迎下方留言加一 我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养生知识与您分享 感谢所有朋友们支持 谢谢大家 我是小安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